石洞内的一块蓝色大石上 盘膝坐着一位须发洁白的冒蝶老者 正是冯清水 他目视前方 眸光闪烁 似乎在考虑什么事情 不知道过了多久 冯清水的身形木然一动 单手朝着前方虚空一抓 顿时 一片蓝色的雾气在其身前浮现而出 飞快的凝聚 化作一个蓝色的漩涡 拜下老祖 三个声音 从里边传出 正是姬姓童子他们三个 冯清水淡淡开口 有什么事情 就让你们三人一同来求见哪 姬姓童子说道 老祖 我等本不该打扰您清修 只是掌门突然从门内消失 似乎是被什么人掳走了 从现场痕迹来看 很有可能是盗祖出手 我等无能为力 只好前来求助老祖 哦 竟有此事 将你们看到的详细情形说与我听 这姬姓童子答应一声 然后呢 他之前看到的情况呢 仔细说了一遍 一点一滴也没有遗漏 冯清水缓缓地说道 既然阳山启动四气 京涛阵 也没能躲过一劫 被对方无声无息掳走 多半便是盗祖出手了 冯清水的目光沉了一下 阳山被掳走倒是没什么 问题是他竟然没有察觉到此事 虽说自己处于乌龙秘境之中 而且呢 刚刚一直神思不熟 考虑别的事情 但是外边有盗祖出手 他应该会感觉到才对啊 冯清水默然一下吩咐说道 此事你们不用再管 我自会查明 不用查了 你们的掌门阳山在我的手里 这个时候 一个红亮的声音突然响起 打断了冯清水的话 花音未落 乌龙秘境突然剧烈地震颤起来 一道粗大的金光从天而降 洞穿海面和石洞 落在冯清水身前不远的地方 将那个蓝色雾气漩涡打得粉碎 机性童子三人听到异动 想要询问之言 也随之戛然而止 冯清水面上微微变色 向后飞退而去 同时一股股白色的雾气 从其体内涌出 缠绕在周围 他的身体顿时变得模糊不清 仿佛雾气幻影一般 从天而降的金光飞快地散去 显露出一个身穿青袍的男子的身影 冯清水看着突然出现的青袍男子 是搜长瓜度地翻找着记忆中那些稻祖的资料 可是并没有此人的长成这样啊 修为到了他们这个境界 是否幻化容貌这种小事自然一眼就能看出来 因此冯清水知道眼前这人的面貌 就是他本来的面貌 只是这个人看起了有点眼熟 似乎以前从哪里见过 韩丽没有理会冯清水 他的神识早已扩散而开 乌龙秘境的面积并不大 韩丽的神识可以把这里尽数笼罩 此地无尽深海当中一条条巨龙游夜 赫然都是纯正无比的龙族 不少龙族的修为也很是不凡 大罗径的足有十几位之多 而在海底石洞内更是有龙骨无数 这个乌龙秘境简直可以说是龙族巢穴啊 而这些龙族虽然惊人 却不是韩丽要找的 他的神识搜索过秘境寸每一寸地方 很快面色一沉 就在此刻一声惊呼从前方传来 是你 冯清水面露恍然之色 眼睛直直地盯着韩丽 他终于想起了自己在哪儿见过韩丽了 那是在多年前 他奉命前往徽界九幽狱 拉拢阴城全的时候 几个奇怪的小子闯入了九幽城 其中一个正是韩丽 只是那时候此人的修为低落 依稀记得还不到太已经 这才过了多少年呢 这个人的修为竟然达到如此境界 冯清水也看不透了 莫非此人当年 乃是故意地隐瞒实力 很有可能 当年此人和另外一个魔族 消失得很是诡异 原本以为是魔族大能相救 如今看来或许是此人暗中所为啊 韩丽抬眼冷冷地看向冯清水 说道 可是你抓了婉儿 早在来这里之前 他已经通过轮回殿找到了冯清水的影像 知道其当年 在徽界中有过一面之源的道祖 所以并没有惊讶 而冯清水神情一动 恢复了平静 白眉一阳说道 阁下说的是何人 老夫并不清楚 而你又为何要拢走我派掌门 冯道友乃是道祖 自己做过些什么 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 既然如此 又何必在此明知顾问 韩丽说完 掐绝点出一团金光在其身前浮现 里面浮现出南宫碗的身影 冯清水眼神波动了一下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却没有说话 阁下承认就好 把他交出来 我立刻放了你们掌门 转身就走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真是不知有多少年 没有人敢在老夫面前 这般说话 那女子确实是我抓的 不过是奉了天庭之命 先已经将她送去天庭了 虽然韩丽早有这方面的猜测 但听了这话 仍旧是面色 微微一摆 她深吸一口气 强压下眼中寒光 寒声问道 天庭为何要抓她 冯清水神情有些古怪 似乎在打量韩丽口中说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只是听命行事 至于事情的阴游 上面并没有说明 韩丽眼中冷芒大盛 身上的衣衫无风自动 烈烈作响 既然如此 那你现在也该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韩丽的身上绽放出冲天的金光 把头顶的洞窟在此轻易的洞穿 磅礴的时间法则 从金光中爆发而出 时间法则 这冯清水啊 面上露出震惊之色 向后如电倒射 同时两手拂袖一挥 他身前的虚空一阵嗡鸣 无数道蓝色的光丝 密密麻麻浮现而出 上面闪动着骇人的蓝色的电弧 宛如一片蓝色的海洋一般 朝着韩丽铺天盖地的一卷而去 韩丽冷笑一声 体表金光剧烈的波动 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金色的长红 带着几道残影消失不见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